Hello,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天开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挖洞池 今天来这个水沟边上 这里的竹子都很大 应该这里的笋也不小 这下面全部都是在水沟边上的大竹子 这些全部都是大年竹子 没有一颗小年竹子在这里 全部都是绿色的 这几颗大竹子 我前年在这里挖了几根很大的笋 前年在这里下面挖了几根两三斤的笋 这个竹子我就知道 直接往这里跟上来就可以 在这里发现一根笋了 虽然这里在河沟边上 但是这里的笋还是没有前年那么大 前年在这里挖到的都是两三斤的 这根笋不大 这么小 这根笋是一个非常会长笋的竹边 我们把这个分边追出来 下面一定会长笋的 这个河沟边上的笋都这么小 太干了 半斤都没有 这里追上了 这根笋比刚才那根越来越大了 说明这个笋越长越大了 快一斤了 这个分边追得很远了 在这里有个烂烂的笋 这个笋洞下面发现有笋根了 这下面应该有根大笋了 你看这么大的笋都被这个石头给压住了 这根笋也够坚强的 你看被几个石头压住了 还能长这么大 哇 这么大 这里出来一点 这个边上还长了一根 这里还有一根 这里的笋长得还真够猛 哇 还挺大的 这里发现有笋根了 这里又有根笋 哇 均过 冬哥也来了 又上一根军货 哇 这个根太多了 冬哥也刚来 老竹子我们要坚持的挖到 它的分边 你看这个分边这里又长出来一根笋了 都长根了 这么大 分边了 这里面是水坑了 这个地方就不会长死了 装到石头里去了 开放了 那这么严重 终于发现一根了 放进吧 放进吧 还是有 放进吧 嗯 这算 哎呀 挺大 哎呀 妈呀 挺大 整个呀 神 冬哥也挖到神根了 看来把这里挖开 一轮搞了一根 一根都没有的话挖的会发火 挖到这么大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他把两栽 你等下伸腿冲用 可以 有点滴了 有八两八 是关键吗 差不多一斤了 差不多一斤了 今天下午不行了 才这么几个笋了 可能就这么六七斤笋了 没了 还要在这个小盒隔边上 都是这种大笋了 冬哥下午也挖了 有七八斤笋还是有 现在出来挖笋 工资的很难保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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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